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酱香味真浓 真好 还自己家下的酱好吃 买的酱 买的富士 刚拿点黄豆 这是自己家园子种的 但是得挑得洗 太埋子了 让我老给我下酱吃 我老下一酱可好吃可好吃的了 酱香味可浓了 而且还没有怪味 整的可干净了 这些能下老多了 是不老 够吃了 这大棚扣的是可哪会儿 可哪会儿了 我们这边家家都有这个大棚 就是阳光一上来 这里头温度可高了 而且还省柴火 看多宽 看这个酸菜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存的 留到冬天吃的 自己家小园种的白菜 给它腌制好了之后 就变成酸菜了 像这个储存菜的方式 我们这边饭是东北的呀 基本家家都得存两缸菜 因为一冬天是够吃了 到时候包点酸菜馅饺子 或者是大骨头蒸酸菜 杀猪菜啥的 但是这还没腌好呢 还没腌好 自己腌这个就是好吃 没有怪味 而且还不臭 还干净 看我脑子多能干 都快80岁的人了 体格老硬似了 整这么多小伴 在这里边烧火 做饭的时候还不冷 不用厨去抱去 直接就可以点了 一冬天就是够用了 这可能就是四处大人 听二人转 反正我是不愿意 听不懂 我看你干活呢 这都劈的呀 这蚌子真多呀 对一跤该烂了 这就是我姥姥家 看这大鹏扣得多好 他们都快80岁的人了 体格可硬可硬的了 没事上山还放放牛 家里干个灵活啥的 因为他们不愿意玩麻将 不愿意去除去玩去 就在家 没事就干点灵活 但是体格是相当硬实 可好可好的了 自己生活还能挣钱 像这个就是我们主道了 就是大道 这条道通往东方红 东方红虎林那方面 这就是大道了 你看主道全都是随移道 就是我前面指的那一片大草地 夏天放牛的时候老好了 里边全都是绿油油的草 看离山多近 防护就是山 今天天气正好 看这天多蓝 还不算太冷 朋友们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见 回家了 上我老家倒点酱 这酱可好吃了 因为我们这边人都愿意吃大酱 大葱蘸大酱 干豆腐卷大葱 好了 拜拜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觉 我只是这来说 我去看 小绿 阳 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